谢莫丽 谢莫丽 你大辫子 谢莫丽 你的大辫子 谢莫丽 你大辫子 拿倒谢莫丽 外面这是怎么回事 莫丽她人呢 怎么还没来 拿倒谢莫丽 还了个好男人 你是在这个大楼上班吗 你认识谢莫丽吗 不认识不认识 不是谢莫丽吗 现在我们就希望 咱们有话家跑来说 快上给我打 那我也有个限度 谢莫丽就杀人了 还是放火了 是谢莫丽说的 男人出轨就会不用 那你是愿意跟着吗 我们又没拦着你 情感电台只是一个栏目 具体怎么选择 还是要靠你们自己 目前女白领事件 热得很高 我认为 具有可复制性 但可以 台长 有个编剧 理解剧本 然后再找点听众 当拖 我不同意 我们栏目的初心 是为了帮助那些 有情感障碍的人 不是作秀 我不同意 爱情是最宝贵 也是最复杂的情感 既然 既然 两位主持人的意见统一 那这件事 显格 你不是说恋爱都有教程吗 怎么不同意老孙的意见呢 教程的意思是恋爱可以用一点小心机 并不是复制单机好吗 还有 要因为白领你做了我就忘了之前的事情 小心去不了兜着你 我们分手吧 我没买东西 说不定是哪个热心观众表达的爱意的 我的妈呀 喂 是个例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情侣之间 熟悉的一个亲密人间啊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 并不是绝对的正有 对 而是想我没有问你 这个熟悉的声音 让我想起我 变得有望远 呃 我们先插播一首歌曲 待会儿呢 再接听电话 听听啊 这就是她没有放的歌啊 听话 后面的节目 你自己可以 没事 您好 让谢莫理解 您好 很高兴继续和您接听电话 我女朋友以前很乖的 后来她变了 欧阳公正愿一愿饭吃 为什么就不能听话 我不能有脑子吗 你吃我的 穿我的 用我的 衣服裤子 鞋包 视频 都是我买的 就该听话 我可分手吧 把自己所有的故事 全部坐在我的身上 吃都毁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要毁了你 就凭你 给我们电台做素材来了吧 我警告你 要是再影响我的工作 我做报警 走吧 开会去 傻声啊 这么着急 不知道啊 就说让尽快的 这外生命远离控制难 这个是 少爷 这个主播呀 经常能帮别人 解决一些情感问题 喂爸 请问 做好接手家族生意的准备 是这样吧 我刚回国 可不可以让我做点 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定要这么接近 我们不用弄这些 我们还会冷 平凌冷 叶总此次回国呢 投资我们电台 我们深感游戏 怎么会是他 叶总 这是我们台 两位优秀主持人 季风 谢莫林 不好意思叶总 我们刚下播 所以说这没赶上 您的欢迎仪式 没事 我们台啊 现在虽然说 最火的是一档情感栏目 但是呢 以后我们打算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 现在栏目什么情况 现在栏目的收视率 基本稳定 谢莫林 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糟了 保持一片空白 风行月到一束光 在前方 我乘着风的赤道 我们不得不分手 现在以这种方式 最近 好尴尬呀 难道 是为了我 你太热的气息 每一次 在心 有时候 我认为 感情这个东西啊 具有双方的 观点不同 立场不同 准备一下 更好自己 迎接 美好的明天吧 不好意思 季芬哥哥 没事没事 没有谢莫林 你就撑不起来了吗 谢莫林不在 确实会就没有影响 现在收听率 同比已经下降 36%了 你自己想办法 当我老娘的音乐 打伸你的腿 你好 打扰一下 没想到是你啊 确实是太巧了 你这几年 在国外过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 其实当时出国 也不是我的本意 哦 明白 我们确实是挺适合做 没事吧 服务员 有纸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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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不过我 把这个心结解开的话呢 以后我们很难在一起工作 我也是这么想的 时间不早了 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哦 不了 不了 我刚好有朋友过来 我等一下他 那我先走了 喂 你现在不来 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你知不知道今天 喂 谢谢 喝多了 哈喽先生 我们现在这里要打烊了 麻烦您把账接一下 一共是一千三百八十元 不 多啊 一共是一千三百八十元 倒霉到家了 你再也不喝了 你要不要上楼坐一会儿啊 啊 成本想到你是这种人 啊 成本想到你是这种人 是吗 这哪啊 我怎么会在这 这是我家呀 昨天晚上喝多了 什么回事啊 电话不接 内心灯来的 别提了 昨天没回家吧 那我再热爱在城上留的吗 昨天喝多了 请来这道同事家 男同事女同事 男搭档 叫 叫鸡风 喂 雨凡 我到你家楼下了 鸡风哥哥 怎么样 身体好些了吗 天气不错 还要多出去走走 鸡风哥哥 你要不要上楼坐一会儿啊 改天吧 今天台里事多 改天我专门来看 给叔叔阿姨 那我们一定是强单吧 行 走了 那个鸡风 长得少不少 哎呀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姐妹 三三有不得了是吧 哎 怎么样 别说我了 你最近跟安德怎么样啊 才那样呗 你这恋爱脑的状态 啥时候能改一改啊 你现在完全属于精神内耗 别说我了 叔叔随便到底 是这样的 你这恋爱脑的状态 你就是这样 什么 你最为真情 晚上到助理那儿了 你休息 好好说啊 别吵架 山人 自由表情 嗨 怎么没让我去接你去啊 咋个把新娘接 你来真来呀 这是我的闺蜜安妮 然后这位是我们的金主爸爸易敏文 然后这位是 啊 姐夫 难怪那天西茉莉让我在她家楼下好多早 姐夫 那 晚上都助理了 别跟我叫姐夫 没 啊明白了明白了 听说你没有心理出感 没关系 那我私下向你姐夫吧 我俩真是普通朋友 你这就不对了吧 姐夫 那马铁刀子嫌你还得尝尝 不尝尝 再说了 我们家西茉莉 挺甜的吧 都怪你 这 嗯 大家好像很热闹啊 嗯 不好意思 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 去买了这一点 嗯 鸡丰哥哥 这是特意给你买的 我怕你晚上会饿 这是东宇凡 嗯 我爸小 就跟亲妹妹一样 她 总是生病 所以说很少出门 果然是鸡丰哥哥 这妹妹还真是挺多的 是吧 西茉莉 妹妹 嗯 鸡丰啊 等一下总就要开 不用去准备准备吧 嗯 那我们改天再去吧 就明天吧 这还有一家新开的巨蚝山 那好吧 一场一场 明天让我转捡 你们在后面 我能理解你的想法 但是咱们真不能做预言 你想想啊 如果我们这小小的操作 能让两个人变成情侣吧 是不是给后面记得了 不好意思啊 你被淘汰了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你被淘汰了 你的身份不予公开 现在来的命运就交给你来决定了 一号和三号 请遵守游戏规则 否则我们将无法进行接下来的游戏 你别走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这剧本杀啊 真好 好玩什么呀 一堆人坐在那玩cosplay 然后动我坐的腿都麻了 你会不会走路啊 什么 不好意思啊 我以为客户是安妮的 你是我的 我拿错了 什么时候后面呢 我给你送过去吧 看你方便 快递也可以 今天站好我要出去 我顺路给你送过去吧 麻烦你了 啊 宝贝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今天要去实习 哎 茉莉 你知道什么是海王吗 知道啊 就东海啊 北海啊 南海啊 你说那是龙王 海王啊 指的就是 广撒网的渣男 不好意思拿了你的口红 你不会很着急吧 没有 没关系的 怎么会啊 每一个口红对一个女孩子来说都是情有之中的 怎么会不着急呢 那 阿姨姐呢 没跟你在一起吧呢 别提了 又吵架了 是不是以为 阿姨姐心电心情不太好啊 上次你也在这本插电 你也不是没看到的 这也不算我的事了 如果说 阿姨又像你一样 温柔体贴的 就多好 对了 我想起来 我一会儿还有点事 不能待太久 没事 我只不过是想找一个很倾诉的人 真的 我刚才你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咱们俩先从跑步开始做起好吗 你先松开我 分手吧 对不起 宝贝 我真的是个废物 我真的很想借着自己的努力 让你觉得你没有看错人 好了好了 最不应该的是 把不好的情绪带给你 让你着急 你只是还没遇到更好的机遇而已 别这么快就否定自己 谢谢宝贝 猫眼 我和阿德和好了 别被骗了 你没注意到阿德和他做女孩的眼神吗 不可能 我们家子好着呢 你还是关系关系你自己吧 那你被绿这事怎么解释 叫你是恋爱专家属 你是不是觉得所有男人都会这样 我什么时候说季风喜欢我了 就算你喜欢人家 人家也不现在同意 就你俩不合适 本家把人家全合适 阿迪你过分了 他是谁 还不是因为下班吗 下班也好 回 就病吧你 你会给承担 你会给承担 我 你会 上次看见你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和谢莫莉 抢西风 抢不过你就和我抢 阿德是吗 我 你很喜欢当小三是吗 你跟那个插表 我真的是好心提醒你 你没有注意到阿德看宋银行的眼神吗 宝贝 你今天干嘛去了 给你买花去了吗 那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你是不信任我是吧 我 我还不信 那如果说 你要想吵架的话 你能不能牵着我的手 跟我一起吵啊 好了好了 我不问了 我该怎么做 才能让阿妮认清阿德的真面目 他有什么同学啊 需要一下呢 不要再约我见面了 曾雨晗 见面 宝贝 我来了 我也真是谁 你说什么都相信你 给我滚出去 你又不然一定要看你 我 雨晗 雨晗 你别着急 他要么睡着了 要么出去玩了 雨晗从来都不会失联的 肯定是出事了 看见你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个绿茶表 你和先锋一抢 一封抢不过你就和我抢 阿德是吗 我你很喜欢当小杀士吗 不告诉你 敲到对手了 安姐 千万不要出事啊 大家都很担心你 你还 上次看见你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就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 各位听众 现在紧急寻人 您的元首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莫大的帮助 雨晗 如果你能听到 我想告诉你 大家都很担心你 我只想最后见你一眼 季风哥哥可能已经下班了 算了 我也不想给任何人找麻烦 雨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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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还好 幸亏来得走 现在什么情况 在里面行为 医生说不会有太多问题 不过安妮 不知道是归属炮的 下两天刚跟我弄完 现在又把雨晗弄得 这跟安妮有什么关系 阿大夫怎么样了 病人比较虚弱 没什么大 谢谢 怎么这么傻 我真的觉得 活着也只是给别人添麻烦 我带安妮跟你道过歉 她实在是做得有点过分了 没有 如果大家都不喜欢我 那一定是我的问题 安妮姐姐 只是说了实话而已 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这样想 其实 我真的很喜欢季风哥哥 行了 先别接动 我病人好了再说 从一见面开始 她就开始听我事 够了季风 安妮怎么能跟雨晗说那种话 那不是也是安得气的吗 从一见面开始 她就开始听我事 你是闺蜜的真心 怎么说话呢 安妮不也是主动道歉了吗 都送医院去了 差点就是生病危险 够了季风 现在我们这个栏目的收视率节节攀升嘛 想是不是可以在我们本身这个电台内做一个同样的栏目 既然咱们这个栏目能够成功的话 我们就跟上这种热点 如果两个能够避养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跑 那既然这样就有一个问题 那既然这样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我们要拆散这对黄金搭档了 我同意 上次我就单独主持过节目 收视率断崖时的下降 我承认有我自己的问题 但我主要觉得还是因为同事之间配合不默契 如果说让我们两个同事分开去主持两个节目的话 以后的收视力加起来都不会有现在的 既然我们二位主力都是这个看法的话 那我们就从长计议 今天散会 莫莉跟我来一下 我就觉得这事太有意思了 请进 叶总 这是我们昨天的数据 好 先放这 我跟莫莉有点话要说 小样 说我闺蜜 还这么像这种鸭 让你也难受一下 真好看 这个话确实不错 谢光丽 我发现你工作越来越心不在焉了 到底管 如果收听率下降 我也要挨书 所以我必须管 哪那么多事 是不是因为业务 哦 那我一条你来说 你俩到底什么关系 那我问你 为什么这么难关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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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能这样 他也不占写自己的 我知道错了 鸡风哥哥 那 你能不能答应我呀 不是你不好 是我真的拿你拿我的琴妹妹 我知道了 给你带的花 喜欢吗 对了 茉莉姐 你能不能推几个美妆博蜀给我呀 可以啊 这个 给你看我关注的这个 呃 那我把水果给你放在 唉 季风啊 算了吧 弄头亲一刻 自己和一人不明不白 还破坏我和你还去内感情 血液哪里承担到 现在瓶颈期肯定要做出改变 如果说投票的结果 与我们的论点相悖 大概如何收场 我真的没想到 我的闺蜜将来做出这样的事 如果你的闺蜜 真的是如你所说的这种人 那您可以更胜一筹 成为一个鉴表专家 可我不想成为那种我不喜欢的人 我倒觉得您说的对 不要活成自己不喜欢的样子 提升自己并不是加害别人 而是更好的去保护自己 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送您一首爱的代价 希望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咱不是每次节目结束之后 再说意见的吗 不要把自己的想法 总侦占给别人 从数据上来看 我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 姐姐攀升啊 恭喜大家 我们这个栏目啊 从这个听众的互动率来看啊 茉莉的有所提升 值得鼓励 季风这个稍有下降 还需要努力 对于我们节目来说呢 今天我想问一下 大家都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我认为对于听众和播音员的论点 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听众投票的环节 这样就可以增加粉丝的互动率 如果说增加了这个环节 那其他环节的时间就会缩短 现在评景机肯定要做出改变 改变就肯定会有一些问题存在 如果说投票的结果与我们的论点相背 那该如何收藏啊 我们并不是要和听众成为说相关系 明白吗 好了 知道了听众的观点呢 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好吧 莫莉 那这个事情就交给你来做 给我出一个方案 季风哥哥你别打了 数据这方面呢 就拜托我们小杨了 然后呢 我们的基本打光架就这么定了 但是呢 还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哦 加油 你咋了 想啥呢 你这是霸道专制 现在所有人都忙活你的提议 你到底想说啥 自私 你真的是越来越不可理喻了 我可能还需要去对雨晗 说清楚我的观点 让他彻底放晓 虽然你表单纯也很好 可我喜欢的人是新人 雨晗从小心得没想 还是让你表达自己的情感 还是希望你有办法能让雨晗开心 季风来了 季风哥哥你别打了 现在都这么宝贝了 叶冰文 你个渣男 我今天要当着雨晗的面子揭穿你 你的电台就跟谢莫莉不清不楚 又送花又买零食的 你现在又跑来找雨晗 你可真是精力充沛呀 原来是因为这个想辞职啊 你看这个花眼熟吗 这是我让谢莫莉转交给雨晗的 明白了 莫莉给我什么都没有 你别生气了 喂 谢莫莉 我是莫莉的朋友 谢莫莉呢 她在我家 莫莉心情不好 喝多了 你再就好 在这呢 我应该算是谢莫莉最好的朋友了 我对她非常了解 张浩就是谢莫莉的前男友 这个人你也算见过 在所有人对她的评价里 都是非常的老实 但还是劈腿了 这件事情在谢莫莉心里 留下了很大的意义 我在你生命中扮演的 就算太模糊了 我可以对我什么都没有 我到底是情人还是不留 其实谢莫莉是来天以前的 晚上一幕外 她性格要强 总觉得用心机 才能hold住一切爱情 可她在节目中 并不是这样说的 亏你还做情感栏目 每一个人说出的自己 和真实的自己 是一样的吗 你谢莫莉 我还能够人 特别好 我还能够人 安妮 我决定要跟季风表白了 莫莉姐 季风哥李指任 我是台长 教育的新大大 请以后多关照 你认为 我是不是应该放进这道点机 听到你们的故事呢 我的情绪有些激动 我认为你应该找个时间 冷一下来 两个人好好谈一谈 感兴趣的来电 让我们进行下一分钟 你好 我想通过咱们电台 向一位女士表白 这么美好的时刻 感谢你来我们电台来见证 他温柔体贴 无论对朋友还是陌生人 都抱于热情 却从未想 我自己是否有这么大的能量 工作的时候 总把自己放在前面 而压力 却总由自己来看 我曾对他误解 曾对他恶语相向 而让我知道事情的原貌 我懊悔不已 不知道 他还能不能接受 我相信你的告白 他一定会听到的 而且一定会成功 一首告白气球 送为你 真心之福 二人终宠眷属 神木丽女士 能你男朋友的身份 要请你不进入家 让你的泪 留下这样的醉 看看 光做什么呢 我 真的喜欢吃的 哇 好香耶 辛苦 我 啊 干嘛 你没事 你拿我手机干嘛你不信任我 那你不也拿我手机的吗 没有啊 而且你还初听我打电话 没有啊 你在阳台那次呢 那是我不小心听到的 哇 你觉得我会信吗 就说你看我手机干嘛吧 我要给你买个礼物 再有个人让你喜欢人 那你直接跟我说不就好了 女人不都喜欢被猜吗 我猜到 干嘛呀 我都在吃过气 那几点了 就别出去了 是吗 你爱 你爱到我先走 喂 你好 行不必是吧 当时是怎么回事 你给我出现处的 有事没事啊 你要是再敢骚扰我 我就报警 更远电话的是仇教 还是用 为什么你做错了事了 还不让你说呢 有病吧你 那你直接的貌养不清不楚 是怎么回事 我躲得还来不及 我还给他打电话呢 搞笑的吧 我正在聊天记录可清清楚楚的记忆人 不可能 就会是做 没本人承认 哼 你不信就来看了 哦对 季风是在旁边吧 行不行 我可爱丢了工作 你说地方吗 我现在就去找你 凌方路315号对吧 我现在就去找你 追上那车 快点 你想干什么 你再怎么汪洋 我知道你有钱 因为我丢了工作耽误了学业 但是我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弥补你 怎么样才能让你好受点 那你想吧 我这还有二十万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 我都可以给你 不够的话我再想办法 是不是开快一点着急 你绝了 我想要钱吗 我想毁了你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配合你 只要你把心结打开 你为什么 别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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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雨点 只为能见一面 结果 那三个键里的擦肩 总有一天 他能碰见海面的固线 医生能不能再强救一下 再想想办法可以吗 发生是残废的 您以身相许我就不疼了 医生能不能再强救一下 再想想办法可以吗 季风季风 你千万不要离开我 我不离开 怎么样 怎么样了 好点没有啊 疼 哪里疼啊 这里啊 我肯定是骨折了 护士 大夫 没事没事 那小子都给我砸进小子 像我用这么一拳 哎呦呦呦 疼死我了 到底哪里不舒服 你跟我说呀 嗯 别走 不走 你告诉我你哪儿疼啊 全身都疼 八成是残废的 我得一个人孤独终老了 没事以后我照顾你 你以身相许我就不疼了 以前呢也并不是我不好好谈恋爱 而是因为觉得他没有安全感了 我也不是善用什么手段 现在的想法就是想尽力的留住身边的人 我马上反抗 我马上反抗 变辞退了 如果心魔力不在了 我也不打死留在这 你这是威胁我 你们说让我怎么办 台里明明规定 拿你同事之间不允许谈恋爱 你们就给我这样起带头作用 我就学个习的工作 你们 唉 对不起开张是我的问题 你别为难 我走 禀文哥哥 真的不能把他们留在这吗 咱们台里也需要这样的人呢 我也不是不行啊 毕竟大家都是好朋友 对呀禀文哥哥 你就多多关心 你把他们留在这吧 关于这件事情我也是无能为力啊 什么 给你辞退了 不是这样 可能电台也有电台的制度吧 可能当时我们季风也忽略了这一点吧 就凭搞对象这个问题 让你们离职 台长也有台长的难处吧 可以理解 你别管了 我现在给我办的电话 正好电台买下来 别闹 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如果心魔力不在了 我也不打死留在这 你这是威胁我吗 不是的台长 莫莉不在了 你给我换个搭档 我也会心不在焉的 你不如找两个新牌党 感谢您这么多年对我们的照顾 我觉得你们俩可以考虑短视频领域 喂 什么 太冲动了 两个人走一个就好了 没必要多走 只要没有你 我也发挥不好 话不多说啊 我觉得你们俩可以考虑短视频领域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出资 就当是我探索心领域的敲门专 我们可以用情理日常的方式 去讲述一些情感方面的故事 不谋而合呀 我也非常看好这个视频 那又要欠叶总一个人情了 我是带资入骨 成了不是要分帐的 这你放心 哇哦好帅耶 天啊 十八一少女的梦 哇天啊 如果想快速拉动情理关系 那就带他来这里吧 拜拜 好咖 感谢二位 成片出来后第一时间 通过平台把酬料给您 好 我们一定会被成片负责的 那二位先忙 我先撤了 有事随时联系啊 好好好 拜拜 我们终于变现了 喂 什么 好我马上到 我早就知道我的时间不多 电台的收听率大幅下滑 我想让你们俩回来 电影可能快不行了 你这个老头总是出息不一 想我们了 干嘛要挑这个地方见面呢 我可是你们的粉丝啊 你们的每个作品 我可都点赞评论了 当时以不许谈恋爱为由 开除了谢莫里 是想让你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一点 您现在就应该整理好心情 没听那些学医学的人说 心情是会影响病情的 我早就知道我时间不多了 我是想把你培养成我的接班人 你和莫莉走以后啊 我们电台的收听率大幅下滑 真赶上我这病啊 来的不是时候 我想让你们俩回来 我知道我这个提议有点自私 你就当我一老卖老 让我这一次吧 你这个叫不行 你这个行 一个节目名字而已 想把楼猜了吗 你还记得我吗 你这个叫不行 一点都没有观众的代入吧 你这个行 给年轻人看的节目 起个这么老土的名 什么样啊 从外面就听见你们在场 一个节目名字而已 想把楼猜了吗 这个名字就由我来做主了 就叫恋爱难题 而且以后我们这个节目呀 不再是男女站在对一面去思考问题 而是男生女生换一个角度 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难问题 我是你们的短视频的粉丝 现在我们自主创立了一个粉丝团 每天都会来听你们的恋爱难题哦 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你们的支持是对我们完善节目最大的动力 我们可以说是开创了首个国内的情侣搭档电台 那么他们两个短视频粉丝呢 也成功的转战到了电台 成为了忠实的听众 让我们这个栏目呢 就更上一层楼 好的 谢谢这位听众的来电 接下来是我们的茉莉时间 可以欢迎下一位听众了 喂 你好 谢茉莉 你还请我啊